明偶风云会 印谈与老旁 风云高 主持 吐杰 鲍韦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卖位风云谷 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 订阅人数直撲20万 新加入的朋友 希望你们记得按个小钟 加入订阅行列 这几天真是非常热闹 全世界都是看着中共二十大所谓的闭幕式最后那一天 第一排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被押送出会场 各大国家的传媒和新闻媒体 就不断将他们的版本拼图越砌越完整 正如我们第一天都说的 第一天的片是最不足的 只是看到一些部分的那个场景 正如我说 一定要看前面发生什么事 例如那两个卓西庄所谓的工作人员是谁 是谁照上来的 因为第一天的片就只看到这两个人已经上来 所以我说一定要看前转 谁叫的呢 好了 结果第二天是这个真相大白 半白原来是习近平叫的 是先叫一个那个是斯文一点的那个 原来就是中央办公厅 这个叫副主任来的 然后跟着那个再叫上来的那个呢 大陆那个网络搜索到是习近平个人的警卫来的 好了 到这里为止很多人都说 这个是胡锦涛的健康问题 是纯粹是和政治无关 那也都有一些深水清的人就说 如果健康问题呢 就应该叫医疗人员 就或者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个姓孔的那个呢 是应该引进一些医护人员是上来 医护人员是上来请走这个高龄的病人 到底是什么病呢 我们以后再讨论是吧 就不是一个是有这个叫武力倾向的 一个这样的保镖形呢 是夹着 是死了抢是吧 所以这个就是最大的漏洞 当然是不是健康理由是吧 或者不是健康理由不是主要的理由是吧 所以这段片呢 我觉得已经成为是继1963年 美国前总统甘乃迪 在这个叫做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 达拉斯那里是被刺 那段片是坐一个开篷车 是吧 是进入一个那条街 然后由德州州长康纳利陪同 然后呢 甘乃迪和他的太太姓季联坐后面 有一个L字形这样驶进来 我们都知道 就是近街角那里呢 是有一个仓库的大厦 那里的大厦里面有一个叫做教科书的储藏室 那里面有一个杀手叫做 这个叫做李哈维奥斯华 奥斯华 就这样弄 那我们看到呢 头一枪 回来回去 刚刚有游蟹在下面握着个百米尼 这些旅游的摄影机嘛 就拍到这个甘乃迪向前摸 然后没多久 即贵连上去探视他的时候呢 就一枪弄向后 那这段片呢 是被誉为在电影史上 纪录片史上 是被人翻来覆去看了亿万次最多的 这段大约是多少秒 好像是一分多钟八十多秒的片 是 是 又慢动作 又拉前 又推后 而是被指为 其实甘乃迪是中了第二枪 就真正的空手不是奥斯华 在那个教科书那个仓库那里 而是邪对面 那个叫Grasino 是一个小绿草坪 里面是有些树虫里面 另有杀手 那一枪是打落甘乃迪 才向后 是 现在你这段中国威衰了 最终是超英赶未 这段片是追上甘乃迪当日遇刺的 起码是在这个海外华人社会 我想很多 就是看来翻来覆去看 如果你说给大陆 是不是 如果不是他禁 在里面自由看 我数以十三亿计的人民 你说每人我大大话说 看两次都来回 是点击率 是不是26亿次 你说厉不厉害 人多始终是好处的 是不是 为什么探求真相 到底胡锦涛是因什么事 是被压送的 是吧 陶先生 你一说这些风云色变的题目 是啊 那只风云猫又上来 又来啊 很敏感 真的很敏感 这只猫呢 我已经上两集 罚它禁闭 因为我做的时候 它跳来跳去 打破杯 今次放它出来 说到这些话题 敏感的时候 那只风云猫必定出现 这些我们觉得都是天意 其实陶先生 说些题目 说些怕的 他像不像以前冯志锋监制 假设呢 假设我们以前在电台 一说一些 即扎戒一点点 我们的耳机就会响 是啊 不知道是不是呢 他提示我们说话要小心 因为一切 现在我们开始 是进入一个二十大 譬如是纽约时报也好 美国外交月刊也好 分别发表措辞非常清晰 和强硬的文章 说中国全面倒退 将会有一个叫一人独裁 极左时代 是不是 是 所以不是说笑 是吧 那美国方面的研判 相信是靠这个叫情报 专家顾问 我想香港人呢 现在看到的市面 你看看这个特首李家超 本来就说 是有望 是尽快这个叫0加0 但是现在突然间有0加3 你看看这个叫做11月 这个叫做国际金融会议 在这个华尔街 日报的那个社伦 强压评击之下 那有些大行的总裁都说 不来了 是吧 至于是否找一些 副手或者二打六去出席 都不知道 但是这个叫做国际金融会议 出现的有可能微妙的变化 都很明显 都是跟二十大 这个习近平 和这个胡锦涛 这种奇怪的 招致国际注目的互动 是不是 这个将会是深层次发酵 我们香港人呢 就是 常常都说 我讨厌政治 或者我们的节目 常常都说 我们不是讲政治 我们是讲逻辑 是啊 香港人我跟你说经济好不好 是 这几天 在二十大召开期间 香港的股市的表现很诡异 跌到97年之前的水平 一万五千多点 回弹弗力 也都好像据文 那些外资就用股票来投票 对于习近平的一人独大 是 那国家队不知去了哪 吴先生 通常来说 喂 二十大 某人是连任 和今次全部用习家军 徐救迎新 做新郎哥 应该开红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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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没有人入市 特区政府和他后面主人的靠山 全无动静 一日之内就任这个股票行指 是一千点 是 我觉得 很肉酸 是不是成为世界新闻 刘先生 以我很弱的国家安全的概念 金融安全都是属于国家安全的一部分 所以其实我责成保安局 应该调查一下 在这个二十大召开的期间 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宣读的工作报告之后 大约这一周 究竟有多少 亲中外国 副局长下资常备 再去到AO 校长 副校长 老师不要搞了 期间 有没有订股票 有没有沽过股票 有没有大手订货 你们自己有没有订货 如果但凡有订货 还是你们看到外国势力带头订货 于是你听了美国佬华尔街 那支BB跟着订货 如果有的话 是不是汉奸势力 这些是不是叫金融内部的卖国势力 很简单 其实你都知道 国安处有三千多人手 掉了八十亿的资金 有这么多的高科技的武器 其实应该这个时候就要发挥它的作用 你第一天你就跌一千点 是不是刺激到这个叫做纽约时报 立刻去配合 写一篇文章就在美国那里唱衰 因为纽约时报 金融时报 外交集资这些 对于美国和全球这些金融决策者 那个影响力是极大的 是的 第一天你自己香港的行使盘都稳定不到 跟着还有身为特区政府 有没有动用储备 是有去救市 这个我觉得是政治来的 平时不是政治 我和你就不喜欢讲政治 但是以中国这种行使的方式 就是你二十大第一天 一定的那个平均 全世界六游六宿 到所有的金融专家 都是一个政治市 为什么会跌一千点呢 是完全没有人 没错 首先 喂 下午你也好抬一块钱 扔进去 上午现在扔了七百点 是吧 下午你应该 是用丹沙填海 是不是扔几六个厉害的下去 等到他起码回稳 上回二三百 是不是 就叫做最尾 全日终结 就叫做上升一百点 叫做红盘 是不是 击退美国大岳势力的进攻 所以我真的强烈呼吁 保安局要调查一下 有没有勾结外国势力 履应外合 我先利益申报 我在二十大期间 我从没沽货 因为我虽然没有去 支持国家 但起码我没有出卖这个国家 对不对 你后面那句说来是多余的 你说没沽就没沽 对不对 是不是说那么多废话 我就直接没有 我手头也没货 沽什么鬼 其实我没货 我没货所以没沽 我们那个处境是最中立的 你提问也好 这个是第一大不尋常 是呀 为什么会跌呢 没理由的 你看看海内外那些 国安法也有八个人士 叫金融安全 是吗 太空安全 还有什么极地安全 北冰洋安全 远在天边安全安全 那天花龙盆近在眼前 含指二十大第一日 你这个叫金融安全 面子安全 这个和这个叫做 香港这个叫底线 国际金融城市 底线安全就守不住 没错 那你说跟着 《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 这些呢 下一回 人家美国佬又怎么看穿你 和陈水你呢 所以 你们走不走 还是没有钱呢 还是有心无力呢 这个就是由 全世界的投资者 和香港的那些 这些司法自己心中有数 国安处开定你们快乐 你有多少千亿 据说三千亿 这个外汇储备吧 是的 头那时候就上面托了一千亿 去借用 问外用 说而已 那应该剩下两千亿 是吧 这个 非同小可 二十大全球 集中是看着 为什么会跌一千点 如果我是有关人士 我就问 要问了 喂 是不是 因为趁现在 李强就来交档 然后 是不是李克强 李克强交给李强 李克强交给李白强 OK 现在这个 叫做权力交接的空位 是吧 而李白强 和下面蔡奇 那些丁薛祥那些 是人都知道 是没有经济实干经验的 是 那这个时候 是最容易出事的 是吧 没错 好了 那为什么叫做《纽约时报》 会这么说呢 很简单 我们看回纳习近平 那个叫二十大工作报告 是 他们都是看到 在里面 是看到很多蛛丝马跡 对不对 这个叫做工作报告里面 是头那几段 是重点讲的 过去五年是怎么威 他说过去五年 极不尘常 极不平凡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 集中领导全力推进 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进程 完整准国 全面观资 新发展理念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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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推进党的建设 伟大工程 还有就是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 内防反弹 开展抗疫情 人民战争 总体战 追击战 最大程度 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他这个工作报告 总结过去五年 是没有一句说到改革开放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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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重点 是 这个新的 叫做 连任第三届 的习近平 是对改革开放 这个叫 邓小平 在1992年南巡之后固定下来的国策 是不敢兴趣 是 还有 这些外国舆论 是有足够的理据认为 他是抛弃这件事 是吧 是吧 小平的改革开武港 但是 下一段 不封一转 十年前 怎么说 这里讲得详细了 那不如等我来吧 这段 虽然有提到改革开放 但是今天 我们跟大家 微批 慢慢分析 他说十年前 我们面对的形势是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 取得巨大成就 记住 他不只是说改革开放 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取得巨大成就并列 这是第一句 这个叫抽象肯定 但是接着是怎样呢 好了 接着是党的建设 取得显著成效 创造了好的条件 好了 只是大约里面 一百几十字而已 但是 不封一转 句号之后 党内存在不少 坚持党 领导 认识模糊 行动乏力 领导弱化 有些党员 发生信仰动摇 政治信仰动摇 地方的部门主义 官僚主义 响落 车微之风不禁止 我都不读了 下面没有停 接着下去 有法不依 执法不严 拜金 响落 再数下去 环境污染 资源约束 维护国家安全制度不完善 应对国大风险不强 军队很多短板药 港澳两地 留意一下 一国两制的体制不健全 国家安全受到严重挑战 我不读下去了 即是说 他用了百几字 去肯定改革开放 但是用了 我告诉大家 这里成千字 去否定 去带出 带出十年前 怎样糟 是的 但是好笑了 十年前的工作报告 是谁做的呢 就是请了下台的胡锦涛做的 你说到十年前是这么糟 是吧 那我们不妨找回十年前 胡锦涛 所做的 在中共十八大工作报告 又怎样说 好 胡锦涛不是这样说 总结他那两届 他怎样说 十七大以来的五年 是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 之道路上奋勇前进的五年 对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建设实现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 宏伟目标 作出全面贯处 部署 接着 胡锦涛说 他那十年 经济平稳 是较快发展 综合国力大幅提升 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 红尖综合改革集体 林权制度改革国有企业 改革不断深化非公有制 经济健康发展 这是胡锦涛说的 和习近平说不通 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现代市场体系和宏观调控 是不断建存 财税 金融 价格 科技 教育 社会保障等等 稳步推进 胡锦涛的工作报告 说明他那十年 是吧 有这么大的建设 现在到了习近平 这个二十大 是将那十年前 胡锦涛那十年 是说到是一民不值 喂 陶先生 如果你这样是这样 那为什么胡锦涛十年前 没这么说呢 不夹过那些东西 是啊 我复述一下 习近平二十大那段 十年前 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自信不足 有法不医 执法不严 这个问题严重存在 拜金主义 享乐主义 极端个人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 等错误思潮 不时出现 网络舆论乱象频生 严重影响人们的思想和社会 舆论环境 喂 原来胡锦涛 交了这样的烂锅给你 然后呢 你用过去十年 过去五年 都不断矫正 那我们看过去十年 就是胡锦涛十八大 是吧 十八大的时候 因为他那时候卸任 是 他提交官的报告 下面那些是一样拍手的 没有人提出来 喂 我觉得不是 有这种种的问题 习近平那时候不这么说 发展不平衡 不协调 不可持续 是吧 每个人都在这里写报 你看那时候的左部 全部敲锣打鼓 这些就是 共产党的 他那种管治 那种用今日之我 去否定昨日之他 不是我 不是我 就是现在这个 否定之他 就是被人押走那个 喂 如果这样看 这些全部在网上 你们找到的 是吧 那就是说 十八大 胡锦涛的工作报告 向自己面上贴金板 说自己是点正点正的 全部是空话和谎 是 如果我们信他的话 是 信今天这个的话 是吧 如果你信呢 其实你就明白 为什么我们几日前 说到胡锦涛被人夹走 一定是政治问题 那个场面 怎么会是健康问题 你看个报告 两个报告一拼 你就知道 他里面那十年前 那么多错漏 那么多什么 你说十年前是谁玩呢 是啊 就是胡锦涛和温家宝 是啊 但是这样 在十年前 这个两会 最后一届 这个叫温家宝交棒的时候 说过 是吧 那时候刚刚爆发 这个叫薄熙来事件 他说 如果不推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经济改革的成绩 也都会失去 那你现在看回五年前 特别是你说的 动态清零 是吧 这个大陆 你根据李克强所说 这个GDP是快速 这个叫做萎缩 经济改革 是真的 那个经济改革的成果 是真的没有了 是吧 出口又低了 然后你战狼外交 就导致 这个晶片 被人抵制了 是吧 然后这个留学生 在外面到处碰壁 是吧 然后大陆那些中小企业 很多破产 房地产 烂市 是不是经济改革的成绩 好像胡锦涛 好像温家宝十年前所说 是真的失去的 根据温家宝那种说法 就是因为原因 是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 好笑的就是押走胡锦涛 下场的时候 胡锦涛在后面走 前面温家宝山勾勾的 还在那里 如果我在场 那些记者会 第二天 温前祖不要走 我们记得十年前 你是这么说的 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 经济改革的成果 也会失去 喂 温总 你现在坐在下面 你听到现在是完全 工作报告新的另一个论调 你作何感想 是不是哪个记者 或者现在大陆哪个感人 立刻要消失呢 那到底是你不正常 还是民间 以及记者不正常 你这两个工作报告 甚至我说 我们并读 并读之后 其实大家就会解读到 里面的意思 其实是否定了 十年之前 无论是政治 或者经济 很明显的路向 因为这个 他将责任 说了十年前 其实他接了一个烂摊 这个烂摊用了千多字 去告诉你 这个烂摊 什么问题都有 从党内去到外面 再去到地方 再去到经济 再去到网络 全部 纳纳 所以我们再看一看 这个工作报告 他所指十年前 原来一个烂摊的情形 是再同 十年前 胡锦涛总结 那个工作报告 那里说的一边 辉煌的对照 是 是 我们提问 是 跟政治无关 为什么是这么不同 是 现在在香港推行 这些叫 认识国家 认识国情 网上什么都有 如果有一个中六的学生 好像我们这么多手 是很容易 要不你就屏蔽了 要不你胡锦涛 你胡锦涛下台 立即将胡锦涛十年前 十八大工作报告 立即下架 不是 是吧 是吧 如果有学生提问 先生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现在习近平 到底何者为真 那么习近平 否定到如果十年前 是这样 这十年前 那些海外的反华 反共媒体 一早就这么说 就是说 你习近平现在说的 是吧 是 官僚主义 享乐主义 美美之风 形式主义 特权思想 特权现象 一向是外面那些 反中媒体 所以就是这么说 是吧 所以你说 这种窩不窩患 是吧 你都很难怪 下面那些亲中外国 他不得不做 他做机器 都做得很辛苦 你知不知道 不要说 没得做的人 你叫下面的奴才 怎么反应呢 还有点 我觉得 我觉得关乎香港 是吧 你回答吧 回答这两个工作报告 并读就可以了 勾出这两段 我只是说回香港 香港、澳门 落实一国两制的 体制、机制不健全 向国家安全 受到严峻挑战等等 其实里面暗指 这些近年发生了的 香港的抗争和所谓的黑暴 甚至勾结外国势力 他将这个问题 归落了十年前 埋落力 就是被人压下台的 是的 但是胡锦涛、温家宝 在十年前 多次召见曾荫权上述职 你看到大陆的报纸 是对特首曾荫权的工作 是表示高度肯定 是的 一国两制是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 是吧 但不是 不是 是机制、体制不健全 接着呢 当时 留意陶先生 当时 党内和社会上 是吗 不少人对党和国家前途 忧心中中 是吗 是吗 当时 这些是对党和国家前途 忧心中中的人 那些是什么人 那些是被人说的 你不要让我都这么负面 现在国家这么强大 是吧 每年经济增长 没有8%和7% 你忧心做什么 原来十年后 那些人会不会是我们 我没有 你没有忧心中 或者你有 我对英国 和对世界西方文明 是忧心中中 会不会是陈志云 或者程朗 那些 潘小涛 那些 程翔 我再读多一次 真是受不了 这个工作报告里面的其他一段 当时 即是说十年前 党内和社会上 不少人对党和国家前途忧心中中 我真是奇怪 原来还有这么多问题 原来当时是这么多问题 特权、官僚、作风是毁尾 是的 但是在十年前的 胡锦涛这个工作报告 总结了他的十年 和不存在 是的 刚好、升平 很好 那即是怎样 那即是怎样 是 那十年之后 如果第二个弹出来 就对现在这十年 或者十五年 又怎样看呢 是 所以下面那些 我们这样提出来 叫安徒生童话 那个小孩 下面那些人精 就坐在那里 这样 抄寻 立万抄寻 抄寻 对他们来说 你以为他们不知道吗 是吧 这些就是中国人的官场 是吧 几十年的岁月 就在这些 今天知我 否定他 昨日知他 那种政治迷雾的语言里面 是兜兜转 然后不断去揣摩 不断去找那些 那些 哪个词会 是多了 什么两个 确立 四个维稳 七个伟大 五个必须 或者有哪个 有那个 今年好像少了这个 一个中国人 走去研究中国问题 其实很浪费青春 对吧 是很浪费时间 是一件很没有建设性 还有有厌恶性 所以也看得到 所谓的亲中爱国人士 无论台上站的那个是谁 他下面都是拍手的 一定拍手 他没有独立思考 他对于那个国家 或者社会出现的问题 他也是不敢去表达意见 总之台上那个说好 就是胡锦涛说好 那就拍掌 现在习近平说 十年前不好 他又拍掌 丧丝一样 哈哈哈哈 丧丝好些 这句言容词 我觉得就稀奇化了一点 我说工具 所以美国佬 西方文明国家 是没有兴趣 在这些文武的语言里面 和你逐句逐句比较 总之他一句就说 你是倒退 说完了 对不起 其实可能我们多事 我没有多事 我们无聊 我们无聊了 你在Google这个网页有的 对不起 我刚才那个网页我自己写 我不知道 因为我看回其他频道 不不不不 你看回 这个不是我们作出来的 对不起 我意思就是说 其他频道 对不起 中华人民报道 中华人民政府到现在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 第十八次 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 再看清楚 因为我刚才说 就是我们多事 因为没有人这样做的 我看过 近二十大这个星期 没有人那么有空 拿回胡锦涛的报告出来 和习近平的报告对 我也没有空 不如 不过我看到这么好笑的话 是叫做手多多 点击多两下 就是我们自找麻烦 这么麻烦 有什么麻烦 有空玩玩猫算 就是了 所以美国现在出之 是这样跟你定性了 老老实实 你现在就算找胡春华 李克强再延任 已经太迟了 因为美国对中国 根本的国策 已经改变了 所以有人的花名叫加速斯 这个的确是名不虚传 所以现在搞到 胡锦涛十八大工作部 和现在这个一起并行病毒 又一次令到下面很多这些 政治工具的中国人 是不敢出声 或者陷入一个极度尴尬的地位 是 因为他们缺乏 不要说是独立思考 是缺乏大脑思考力的人 这些人是有很多的 本来香港在九七前 是置身到外 是有一个非常中立 还有专业和非政治的行政队伍 在英国管治之下 他有独立运作 现在不是吧 公务员不可以中立 都要有政治 我怎么变科政治 你现在胡锦涛那科政治 一定是 这个叫习近平 不过大家听还听 特别是中学生 你们听了我们风云谷 千万不要在学 不要在课堂上问老师 不是 会有麻烦的 不是 我怕搞到老师麻烦 不是 我怕搞到荃湾那间什么 那间什么 圣方济 对 你搞到荃湾圣方济事件 你查完后 看看这个叫风云谷 好了 看幻看 不要学 千万不要问老师 想还想 不要开口问 不要问你老爸老母 因为他都不懂回答 不要问先生 不要问校长 因为他们都不懂回答 不懂回答 由自可 觉得你串串共走 用那条布密 告密而线 告诉谁 日后你又被人开除学籍 这样 就不关我们的事 你要讨论 毕竟不是个个都有钱 是及早把子女送去英国 要讨论 在留言板讨论 聊天室 不要在课堂上讨论 是吧 提示你们 就是一个这样的问题 是吧 所以你说 现在确实是回到一个人的统治 是 尤其看到这六个常委 西方是不怕人给 不怕人 叫什么 最怕货给货 是 你中共 这四十年 就叫做假假地 哄到美国佬落胆 除了你十三亿市场 那个利润很肥仔 是吧 那当然是对于这个西方的资本 是有极大的诱惑力 最重要就是由邓小平 至到这个叫做江泽民 至到叫王岐山 乃至到做外贸的那个叫做博熙来 他假假地 这一连串 都是有一堆 叫魅力型 本来这个魅力 是中国特色的魅力 不是真是举世公认的人物 是令到西方文明国家的资本和政府 起码在一段时间内相信你中国改革开放 是认真的 是 是吧 那例如1979年1月 邓小平第一次访问美国 是吧 他是没有发表一大堆讲话 说我邓小平在那八年被老毛下放江西的时候 我看过这个叫阿当史密的《袁库论》 我看过华靖顿的《独立宣言》 我看过这个叫做法国的启蒙大师《勞梭》的论习 我看过《福尔泰·曼德斯·狗·狄·独立宣言》 我看过《沙士比亚》 这个叫做培根散文 还有这个我看过《马鲁》的戏剧 我看过《罗马帝国兴亡路》 我看过《邓基尔维路》 邓小平什么都没说 邓小平一到给个访问 见卡特 人家给他一个牛仔帽,他马上戴 这个是胜过千言万语 因为他戴牛仔帽有象征意义 第一,他戴牛仔帽是个小丑很滑稽 下面胸膛大笑,但是他不介意 第二,这个就是一个身体的语言 告诉美国总统卡特 我邓小平是有意放弃以前毛泽东 以这个毛装和解放帽代表那个叫原教旨的强硬路线 是吧? 你看那次的访问 就是有邓小平戴这颗帽的象征意义 接着那个江泽文是听意大利 讲意大利唱意大利歌剧《我的太阳》 这个朱镕基是跑去讲英文 去到美国访问的时候谈中国入世 说我是来这次来被你们烧烧气的 那这些美国佬是很受用的 也可以说他们很naive 他们看到有中国共的领袖 也有一点灰霞幽默感 于是下面哄堂大笑 好了,一直到后面现在这一代 OK? 不要说了,吴怡和薄熙来 他们做外贸部长的时候不断访问欧洲和美国 这个薄熙来是会讲英文 吴怡也是一个很专业的官僚 好了,到了现在这一代 汪洋在2014年7月 我没有记录,访问美国的时候 曾经说中美关系应该好像夫妻 那时候2015年7月 那时候他在说梅酷和邓文迪 虽然那两夫妻在离婚 下面美国那些,好像在国会 我不记得是哪个场合 熊堂大笑 这就是他共产党那种环境里面 都有的人格外交的魅力 是吧? 李克强不断去达沃斯瑞士 这个经济论坛不断去跟那些banker说 是吧? 我们现在,中国现在要金融 这个叫门路开放 这个是必然的了 我们改革开放 是不都没有 是吧? 那你看这个叫 李克强这个北大毕业 都有一种书生气 看上去好像很吃饭 OK? 这个西方文明国家 包括以美国为主 他这么多年相信 都已经不是彻底了 中国是有这个叫 改革开放的诚意 是透过这些领袖人物 他那种生活和出来的行为的小节 是一步步加强信心 但是这十年呢 这一位是完全不同的 OK? 对不对? 其实这五年呢 他本人是没有过一句说话 或者一个动作 是类似江泽民、朱镕基 和邓小平戴牛仔帽那些 全部长篇类读都是这样的 是吧? 那这些东西当然是美国 西方的大使馆 立刻译造英文 或者外文 提交给本国的决策人 是吧? 于是别人说 不过 喂 原来就是搞哪个课? 拜拜 sayonara 是吧? 那就是这样 是吧? 是 是吧? 是吧? 很fair 我们知道 这些外面的人说 江泽民老套而已 但是他假假的 是吧? he tried he did try 和he struggle 他是不断去挣扎在那里 在那里骂香港的女记者 是吧? 你们啊? 你们啊? sometime naive too simple 我跟华尼斯 惨话的时候 你们不知道到哪里去啊? 你们就是有一点好 别谁都跑得快 是吧? 那一刻真情流露呢? 我们看到江泽民是对西方价值观呢 他心里面流露的那种崇拜是真的 虽然他很反感 一人一票 他对于这个叫台湾 李登辉主持之下的全民选举 他的认知局限他过不了这一关 但是他那种开口抛英文 说以结识美国 那个投号电视主持人为荣 这些 那个body language 和那个心理上的词汇 潜意识的词汇 其实很清楚 现在这十年完全 特别这五年不见了 全部变了战狼 是 是不是? 陶先生 是不是很糟糕 用回我在英国短短的经验 其实不要说这么深的政治 来到英国我最深的感受 就是和一些英国当地人 无论他是印巴籍 还是东欧 还是白人英国 黑人都好 其实你要习惯和他们 首先我们要有些cheat check 或者叫做small talk 那些东西 那跟着我们才进去讲公事 这些呢 是以往西方的文化来说是很普通的 放诸在政治上也是 其实刚才你提及这么多 以往 无论是朱镕基 邓小平 或者是薄熙来 汪洋他们 他们都是利用了这个技巧 这个技巧就是 不要说生意 用一些cheat check的形式 例如weather talk 讲天气 讲天气 代号而已 那你讲夫妻 讲什么牛仔 那些 其实这些就是西方社会 或者我们叫做communication 我们叫做权益 是很重要的部分 但是现在是没有了这些 我简单叫做loss in communication 就是说根本是现在东西方 是不接近 是你自己勾先的 你那种是没有沟通的 是沟通的 起码前那三十年 由邓小平 至到胡... 不要说胡锦涛 这个叫做... 他其实他都尝试 去到日本 走去见那些小学生 说人民选他出来 虽然被人笑了一会儿 对吧 知道这个叫做温家宝 陈美尼克强 他们始终是一个performer 在这方面他们有一个performance 这个performance 你不只是一个performance 是没有用的 你的performance how your performance is being received 你的performance 别人的观众 在这个剧场里面 受不受乐 才是最重要的 是 是吧 现在中国是自立于世界舞台 你在一个舞台上面 你是一个performer 但是那些audience 是怎么样看 看完之后 会不会鼓掌 会不会推介你的电影 会不会点赞 点击 会不会介绍别人去看 是另一回事 所以 中瓜得瓜 中斗得斗 你现在只剩下李家超 在香港 开始打扰 买位 八财卖变 法财卖变 华尔街日报 这样的社论 这是人家的言论自由 李特区政府 就化身小战狼 是谴责 或者骂 华尔街日报 有什么用 没有用的了 是吧 好了 说到这个时间差不多了 是吧 你看完都好像 是吧 未订阅 都应该是点赞 所以我们的performer 都很辛苦 要看看你们的reception 才决定我们的风云谷 还有没有做下去 是吧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多了 就是这个YouTube 以后香港还有没有看呢 这是第二个原因 好了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 多谢各位本场 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我也多谢大家的鼎力支持 和收看 希望你们协助 突破20万的订阅大关 好 下一集再会 多谢大家一直以来对风云谷的支持 风云谷在YouTube平台出发 不问翻墙 单球月界 少汉古今善恶 審究人情不泰 逢星期二四六晚十点 风云谷约定全球华人 节目是完全免费播放 而我们在短短一个月间 听阅人数升破10万 大家的这份支持 令风云谷的团队打了一枝强心浸 亦不枉陶建 爆炉冲 我们两位主持 每次长途不涉 淺利条条 都要坐在一起做节目 如果看到这里 大家还未在YouTube Like这集的影片的话 希望大家Like我们的影片 如果大家有能力的话 无论你在不在直播时段 大家都可以用超级感谢 超级贴图 和超级留言支持我们 有能力的朋友 希望大家同时加入陶杰Patreon 和霸慧聪重浸直说的Patreon 而Patreon也会包括有每一集风云谷的声音版 大家的支持 会令我们可以更加有动力 一直携手走下去 越过死阴幽谷 一路走到阳光普照 风和日丽的一天 再一次多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 世事多变 小汉风云 下一集 约定风云谷再会 从小汉风云谷 大家可以更加有什么